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一般的话就会直接用油这样 p4p 就这个step可能就不是所有人都会比较适用 然后像上一支视频的话 我看到有人在听说油亮油亮的啊 我觉得其实那个不是油吧 每个人追求的妆感不太一样 那可能我就比较喜欢那种自然一点 然后脸比较透亮一点的那种类型的妆容 好 现在我的脸就像一个闪烁的disco ball一样 所以我现在就要开始 就是现在的最爱最爱就是这个tarte的shape tape 那我朋友上次看了化妆就是怪不得我不用粉底 因为我遮下的量就是已经很多了 那我觉得可能哪个人他注重的妆感不太一样 那我可能就觉得暗沉的一些地方回来遮疗吧 那我通常其实这一步是用海绵 鉴于我今天海绵的话 被我这个我们家这个小竹子给吃掉了 那么我就只能用手 然后等一下再去买一个海绵 好 那么 接下来我就用花眉毛 它长这个样子 就你们如果看到光一直在变的话 是因为就是它这个自然光 是吧 这个光它老是会变 所以就翻右看 光真的变了 我真的不好意思 但是就是我找到了一个新的化眉毛的方法 就是你把你的眉毛先往上刷 就是头的这个底 这个时候呢你就用看这个底 然后顺便朝上刷就行到来了 一般是先把底下的这个给画出来 一般是先把底下的这个给画出来 我的颜色就是那种偏棕一点的 它发的就很细 然后就是大概这种颜色 它可能是觉得我的睡裤太舒服了 给你们看一下我先穿着什么 我现在穿的是一个这种 就是超级舒服 因为就是有点冷嘛 这个然后我就是那种很怕冷的一个人 所以我就买了一条这种绵绵的裤子 然后就真的很舒服 用NARS的这一大款 所以我不知道我要用到什么时候 把我给它抖一点出来 要用一个这种小的这种刷子 就我等一下也还会用 然后就用这种刷子 然后就有点像Baking 但其实又不是 就把它按在眉毛的底部 就同样的用这个刷子 然后我用这个Mac这个Wage 就这样 就你这样 然后 沾一下 然后抖抖 然后接下来 我还是用一个Mac的单色眼影 然后这个的色号是Bron Script 它是有点那种偏那种 红棕的那种颜色 然后我觉得其实 哇你看超上色 那把自己画的相当长戏呢 不管了 试着就是准备 其实差不多了 还帮忙少了 然后再做这个 到最后 都好像这种 Naked这个 这个颜色 然后来把它 就是 加深一点那种眼线 一样的话再下一个 那接下来就加睫毛吧 这个是什么的睫毛呀 我也不记得了 这好像是明亮品的睫毛夹 我先加一下 然后这个是我的朋友 他之前 他才去日本的时候 然后给我带的一个 就是小的这种 小的睫毛夹 就很小很小 随后 睫毛膏 我用的是Tarte的这个 物馆的这个 你们在家里面养狗的 是不是到这里 就是狗特别的皮 我觉得科技真的是挺皮的 但是你看到他的屁股 你就没活了 没人在下边 你要是下去拉尿了怎么办 放光吧 我不知道现在这盘 还有没有卖 但他这个是Naked Flushed 我把它涂在你的正中间 就其实我觉得最好用的还是那个Bobbi Brown的那个 之前我好像是在第一只还是第二只 好像都用了的那个那个海来 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他那个光就特别的自然 接下来就是 我这个是在就是Sephora 他现在推出一个就是那种 Makeup Flavor 然后你有一个铁盘 然后里边你可以放两个颜色 那我是选了两个颜色 我选了一个 这个是个Bronzer 然后这一个是个那个 就是Blush 那我其实觉得的话 这个Blush的话呢 它这个颜色是比较属于 适合秋冬一点的 比较Burgundy-ish color 但它就是那种比较暖棕一点的那种 呃呃 腮红 就相比较于我之前可能会用一点比较 呃 Coral那种橘粉色的那种 它这个就比较 比较就是深沉一点 比较适合秋天的这个 我真的在 说一遍就是外面 今天的天气就是刚才是很好的 然后现在应该是快要下雨了我觉得 所以就光线可能会变暗 但是我不想打光 因为我感觉打光的话 你会 就会就是评论里面就全部都会说 啊光啊什么什么的 就其实我是一个怎么说呢 就可能你们觉得我不会在意这些东西 但其实我会去看的 就我还是挺在意就评论里面这种 但我不会说是 会因为你们的negative评论的呀 或者怎么样就会 呃不开心或者怎么样 我不会 对我只会觉得就是 啊那我下一次要做的更好一点 因为就是还是有人 就是不管多还是少 肯定就还是有人在看这个视频 就 就我脸就长这样 然后 就是 我所有的video里面 我的脸都长这样 然后在有些video里面 我就会变得长得很像一些 我个人是很喜欢的灵芯 等一下我把这个调片 就会长 就会变得像一些我比较喜欢的明星 那例如有人说过我像 在这里我就不说了 我觉得我会 我会被粉丝大军 然后 这个 腮红的话呢 就轻轻扫一点 然后 我一般是习惯这样的 我看我擦着什么样的口红呢 那我刚好就用一下这个颜色好 这是我前期的新买的 我还没开始用 然后它是 它大概是一个 是一个这种 Burgundy Reddish 就是一个这种颜色 Foto Finish Primer 我觉得这个primer特别的好用 因为 就平常 其实我是不会像刚才的 给我的脸上上散粉 因为会容易干 那用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就不会存在那样的状况 而且它还可以一定的 给我的皮肤起到一个 保湿的一个东西 而且它这个上面写是 Silicon Free, Apple Free, Oil Free 所以就是 supposedly 和那个Urban Decay的那个比起来的话 这个其实对你的皮肤一样更好 它是一支特别特别不乖的 但是超级超级可爱的客气 我是涂了口红 不然我就要亲密一口吧,宝贝 嗨 那这就是一个这个妆容的一个完成版 就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 就在评论里面都会聊天 然后跟我说 一些可能比较需要改进的地方呀 因为我上次看评论 还有你们的留言 然后就是 首先我的光不太好 然后其次就是 我没有说话 你们觉得说话 可能比较有趣一点 然后再加上就是 我上次的美国画得很惨 那这三个地方 我其实今天都有尝试的想要改进一下 那么 就 留言告诉我 然后就是 我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然后希望你们喜欢今天这个妆 然后也喜欢我们的大宝宝 Ola 对不对 你不要再咬我的包了好不好 你看他给你咬坏了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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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咬坏了 不要咬了 不要咬了 他就不咬了 那就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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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